他取下金赞一下刺烈的胸膛 鲜血瞬间就染红了他的衣服 可他非但不后悔 竟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阿娇这一下可真够狠的 自从魏子夫得救之后 刘彻对他的态度就大不如从前了 因为刘彻明白 魏子夫被陷害的事情一定与皇后阿娇有关系 要不是他的母亲王志劝他顾全大局 那他都懒得去理阿娇了 魏子夫得救之后 他很是愧疚 他知道阿娇之所以会自寻短见 定是因为他的缘故 要是阿娇真的死了 那不仅后宫会大乱 就连刘彻也会背上喜心厌旧无情无意的骂名 而他魏子夫更是会迎来斗太主的疯狂报复 好在经过太医的一番抢救 阿娇终于脱离了危险 刘彻明白 这次的阿娇是抱着必死之心的 这代表阿娇对他的情谊是真的 可斗太主却是发飙了 毕竟他可就只有阿娇这么一个女儿啊 他当着皇太后王志的面 不断地哭诉着阿娇命苦 搞得平阳和王志很是尴尬 刘彻更是在一旁连连的道歉 可斗太主要的是 岂是道歉那么简单呢